就在刚刚,一架飞往东京的波音747,1号和2号引擎突然起火爆炸,飞机瞬间便失去平衡,向着地面急速坠去 幸运的是,3号和4号引擎还在正常工作,一番努力过后,飞机终于得到了控制 地面人员在收到消息后,立即成立了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并且命令海陆空三方做好救援准备 很快,飞机便来到了机场上空,副驾驶放下起落架后,机长便操控飞机开始降落 然而就在此时,救援人员通过望远镜发现,有两个起落架没有放出 机长收到消息后,立即加大推力开始复飞 此时,飞机的燃料还能坚持80分钟,指挥中心立即商议解决办法 一名官员提议,利用机身着陆的方法进行迫降 虽然这样做伤亡很大,但如果不降落的话,一个人也救不了 众人听后,全都沉默不语 就在此时,客救队长提议,可以在东京湾进行迫降 但他们很快便否定了这个提议 因为飞机只能在海面上漂浮20分钟 想要在20分钟内救出346人,根本不可能 还有就是,海上能见度太低,一个失误就可能让飞机解体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客救队员掀起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利用发光的浮球,做一条水上跑道,来引导飞机降落 一旦迫降成功,所有船只立即上前救援 这样可以将伤亡降到最低 由于没有更好的方法,指挥中心同意进行海上迫降 随后,各部门立即开始行动,为即将到来的降落做准备 在得知飞机要在海上降落后 附近的渔民主动要求参与救援 附近各大医院也派出医疗队,搭建了临时的急救场所 很快,准备工作就已经全部做好 随时准备进行救援 飞机上,机长通知大家穿好救生衣 做好防冲撞姿势后,便操控飞机开始降落 운机子晴下,机长通知大家穿好 功率仗 弹大灯 烤鱼 烤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飞机停稳后,救援船只立即上前 突然一声巨响传来 飞机的三号引擎发生了爆炸 指挥中心立即通知消防船进行灭火 救援人员也开始疏散乘客 就在这时,先骑收到了队长的消息 机长和副驾驶被困在了驾驶舱 只能从外面进行营救 众人立即开始对驾驶舱进行切割 在将大部分乘客送上救生艇后 空姐再次回到客舱 想看看有没有遗漏的乘客 就在此时,飞机发生了二次爆炸 一声巨响过后 机身从中间断成了两截 飞机也开始下沉 来不及逃跑的空姐 直接被小推车堵在了卫生间 此时,飞机的机头已经翘起 切开驾驶舱后 救援人员发现 机长不但身受重伤 双腿还被控制台死死压住 需要进行二次切割 但他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后,飞机就会沉入60米深的海底 在将最后一批乘客救出后 特救队员小野始终没有发现女友的踪影 于是他来到客舱主牌检查 终于发现了被困在卫生间的空姐女友 小野用尽全身的力气 也没有将障碍物扳开 就在此时,飞机发生了第三次爆炸 女友成功脱困 眼看机头即将沉没 指挥中心不得不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但队员们却不想放弃 为了拯救被困的机长 队长命人送来了氧气瓶 在给队长戴上氧气面罩后 三人跟着飞机一起下沉 巨大的浮力导致操作台飘了起来 机长也被成功救出 然而就在此时,机尾也开始下沉 为了掩护女友 小野不幸被电线击中 掉进了机舱底部 双腿被重物死死压住 队友见证连忙上前 可无论他们怎么用力 就是挪不开障碍物 眼看机尾即将沉没 小野让队友把女友带走 自己则跟随机尾一起沉入了海底 在得知小野遇难后 所有人都沉默不语 就在此时,对讲机里传来了声音 飞机上346人全员生还 但是众人却高兴不起来 就在所有人都为小野悲伤时 先骑却默默穿上了潜水服 因为他是小野最好的朋友 他不能把好友留在海底 先骑跳下去后 所有特救队员也跟着跳了下去 就在先骑以为小野已经变成一具尸体时 他竟然睁开了眼睛 原来飞机沉没时 小野抓住了飞机上的养机管子 他知道队友一定会来救他的 当他们浮出水面的那一刻 现场所有人都为之欢呼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咱们明天见